路透社獨家報導說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修改相關的規定 加強貿易黑名單對華為的限制 阻止更多使用美國技術的外國產品出售給華為 外界評論認為 西方國家封殺華為 最關鍵的一點是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遠甚於納粹法西斯 而華為就如同是中共的高科技潛水艇 今年5月 美國商務部為確保國家安全 將中國大陸科技公司華為列入貿易黑名單 限制部分美國產品出售給華為 日前 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披露 雖然華為被列入貿易黑名單 但根據目前的規定 一些關鍵的外國供應鏈 仍然不受這一黑名單的限制 因此 目前美國政府正在考慮 對相關的兩項關鍵規定做出調整 以阻止更多外國生產的產品出售給華為 加強對華為的封殺 例如中共的高科技潛水艇 已經在世界範圍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現在如果再不去斷絕跟它的商貿往來 以及各種各樣的合作的話 整個世界在高科技領域 可以說是被中共摸清了底 是被它完全滲透了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分析指出 實際上 美國和國際社會對華為的限制 不僅僅事關商貿關係 最重要的是事關全世界如何看清中共政權 我們可以假設 今天哪一個國家會與納粹法西斯進行這樣的貿易 中共國家恐怖主義政權 事實上是遠遠甚於法西斯納粹的 如果看清了這一點 美國以及其它的國家自然就明白 必須要徹底斷絕並抵制與中共控制的 這個華為高科技公司進行貿易關係 在華為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貿易黑名單之後 英特爾 塞林斯和美光等全球主要供應商 紛紛暫停向華為供貨 但不久前 他們在評估哪些產品不受限制之後 又恢復了對華為的部分供貨 消息人士披露 美國商務部及相關機構正在考慮修改的其中一項規定 被稱為最低海量計算準則 也就是海外生產的產品所使用的美國產品和技術 如果達到一定比例 美國政府就有權對其出口進行限制 此外 美國政府也計劃擴大 直接產品規則的試用範圍 也就是基於美國技術或軟件的外國產品 需受到美國的監管 目前尚不清楚 美國政府是否已經決定做出上述修改 如果這些修訂得以實施 將使美國政府有權對銷售給華為的 非敏感產品進行監管 例如採用美國技術在海外生產的標準部件 芯片 軟件等 去年12月 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因涉嫌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禁令 進行金融欺詐 在加拿大被捕 為逃避制裁 中共一直號稱華為只是普通的私營公司 與中共沒有關係 但中共自己的很多表現卻常常自爆漏洞 清晰表明了自己與華為的特殊關係 比如事件爆發後 中共立即動用國家力量抓捕多名加拿大人作為報復 並一再威脅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上週四 剛剛就任中共駐加拿大大使不久的從培武 更親自前去探視被監視居住的孟晚舟 為其撐腰 再一次提醒國際社會要看清孟晚舟的身份 以及華為在中共這個專制政權當中的地位 11月22號 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投票一致決定 將華為和中興列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公司 禁止美國電信運營商使用政府項目資金 購買來自這兩家中國大陸公司的設備和服務